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可爱 Hello, 我是HAPPY BOOM 现在呢我就来太平的动物园 介绍你们太平的动物园 我们来参观一下里面的动物 这边其实它还有Safari的 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动物园 就是在太平 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里面 看值得 以前我来过这边 其实它的门票是值得的 讲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价钱跟你看的动物真的是非常高 这边你们进去parking那个位 然后走进来这边门 这边就是进去买票的 我们进去了 好可爱 第一次来动物园 小可爱 哇这样大个风扇 看到这样 大个粉扇 这样大个风扇 他去注意这个东西 看粉扇的 我们去看动物 不是看粉扇的这边 我们现在就到它的门口了 然后最后去买一支门票 也是很可怜 你看身边一个旅游景点 它的有个寥寥无几 包括你看只有我老婆 牌子 看到它这样扣 这边的动物 给你看抹性的动物 有一星星 还一只牛 水牛 这就是它的入门票 OK的 现在我就买了票 大人是16块的 很遗憾 我虽然是太平处司 她讲 你已经搬去冰城了 地址换去冰城 地址了 没有得 offer 很可惜 但是我的业母 超过60岁的 只是8块 门票而已 真的性价比非常高的 OK 我们来看动物 来看 我们看它这边的动物 来看 它这边有采钩 它还有放中文字 给你知道了 这边现在 马来西亚的这袋雨林 介绍这袋雨林 然后还有这边的猴子 这边呢 这边就是羽羊 还有松鼠在后面 还有羽羊在这边 后面 这边有眼镜猴 这边 这边就没有动物 孔的 这边 就有 给你看这边有干燥 然后还有蝙蝠 这个 这个 Flying Fox 很可惜啊 这边它不能进去啦 然后 只是这样子看 看到有鸟在里面 啊 它的蝙蝠多在这边 我终于看到了在这边 啊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看这个叫利苏亚 啊 啊 在这边 然后拍给你们看 放中给你们看 啊 啊 这边呢 这边呢 鳄鱼的 这个马来长文鱼啊 这种鱼呢 它就没有那种短文鱼 那么凶的啦 没有像凶文的 我们看一下 它就没有来 鱼 这种动物园啊 你来呢 就是要观察力很好 才可以看到动物啊 不然 不然找到 但是这样子看 也是找不到鱼啊 这样子 看呢 还有人猿 然后 有些动物不懂啊 黑猩猩啊 然后 山猫啊 还有几种动物啊 这边 再几只走上去看 这个鳄鱼比较难找到啊 不像小小 我们去那个 莫拉格的钻 看鳄鱼啊 一看就看到鳄鱼了 嗯 真的找不到啊 看不到啊 还有鸟在里面啊 有鳄鱼的鸟 还敢钻在里面 就是讲可能 它鳄鱼可能一只吧 看这个星星啊 马来西亚的 人猿啊 叫人猿 欧兰 你有讨食物啊 有没有讨食物 这样子讨食物 然后这边上面 也有一只 在看我们 在上面还有一只 下来了 星星 星星下来了 在这边走路 你看 你看 星星啊 你看 你看 你看星星找东西刺哦 有吗 有没有 你看 找东西刺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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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你看 它走过来可以手指看哦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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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像 你看 他牙齿弄出来 来 你看 它抵我 你看 它抵我 我就找了一个圆寸 然后我就 说给你们看 圆寸 圆寸的图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部分我已经看了了 所以现在是剩这边后面的啦 我看了前面这个一部分的 来我看这边 这样的话我就一个一个部分 我拍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里面的动物 给你们看我已经看到那里了 你们比较容易了解 看完星星了我们再走回去 要拿一个地图啦 拿一个地图就比较方便一些 我刚才那边看人员 人员这边就是看黑星星 我们看那边 黑星星 黑星星 这个黑星星呢 它是扎实性的啦 跟我们人类一样啦 它会比较有群居性 然后就比较凶猛的 它会吃肉的 会吃小鸟啊那些 然后这个马来西亚 刚才那个人员呢 它们是全自俗的 黑星星呢 它是群居性的动物啊 它的基因呢 也跟人类是99%是一样的 它们会群居的 它们就是有社会性的动物 然后这边呢 那有巨龙鱼呢 这边 巨龙鱼 还有虾猫 还有巨龙 看到它的水 看到没 看到它的水在动啊 有尿 尿这边 非洲 没有啊 非洲鱼啊 好像这个 巨龙是没有看到啊 非洲鱼我就看到 它水太污浊了 我觉得它应该要清理干净啦 你看 它的水草也很暗扎啊 看不到啊 看到非洲鱼啊 应该尴尬了 应该啦 因为在上面这样看的不是很清楚 阿拉伯妈 就没有拍到啦 这也非洲鱼哦 我也有 在那边啊 就这么多阿拉伯妈 都没有看到 这边鱼啊 看到吗 鱼啊 这边两条呢 这边两条 后面 有一条 我载到那种土族 沙拉瓦了 他们也是跟我讲啊 他们那边沙拉瓦很多鱼的 就河口的味 很多鱼的 那边啊 就 小孩子玩水 他讲啊 他们有很多 都有发生事情的 所以要比较注意哦 他讲 要比较注意 因为很多小孩子在 河口啊 他们玩水啊 突然间就是给二鱼 拉下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在哪 后面 因为这个夜行动物啊 所以他们睡觉啊 你们就要做夜行动物 就有得看啊 动物有没有想到 早去把鱼干净嘛 鱼干净嘛 晚上就二十块啊 这边的入门票 这应该是叫肥肥 这个肥肥 然后这边 对面呢 他就有牙鳄鱼的品种 大家有讲到 这个是 腕鳄 腿鳄 不同的 他牙齿的那个形状也不一样 然后 他有给你看 10.3 其他的鳄鱼 那么大致 这个 看这个 动物园是非常凉爽啊 讲的 所以说很热啦 之前我们去国家动物园啊 热到不能顶啊 然后我们跑去看熊猫 躲来看熊猫 那边其实熊猫两只猫啊 我们看很久了啊 然后是这么了啊 我们是不想出去在里面吹冷气嘛 那边太热了 因为那边的树不是很多 掌门二呢 找到了终于在这边 虽然反射了 很难看到了 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啊 这边啊 这边就看到了 这边的动物啊 很多啊 都是晚上出来了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看到啊 然后这边呢 就是看刺猬咯 那你们看啊 刺猬在洞里面啊 躲着睡觉 它的洞啊 坐到太小了 变成它动物躲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完全都 看不到啊 它动物 鹅还有在吗 没有看到 之前我们有天鹅了 我记得我们进来 有看到有一只天鹅了 在这边啊 要走到去那边 我记得以前我来啊 有天鹅了 这边 我们走去那边 看这边应该是 看两只动物啊 忘记了 然后我们走回出来 看这个是什么 它没有放牌啊 好吗啊 这个去看便是龙 那水蜥啊 好像恐龙啊 你看它有背鳍 后面也是 这样子啊 好像鱼类 进化成那个 氧气动物的中间形态那样 看好像鱼的尾包这边 这样就是看蛇的红色 这边也是蛇 这边也是一条蛇 然后这边就空了 水都没有了 干去了 应该也是没有动物啦 它才会这样子放空哦 嗯 那一边小鱼 那这个也是空了 哦 那有啊 有看到蛇了后面啊 黑色了 我误会了 嗯 黑色了 这边就一个空的 哇 你看猴子一家人出游 给你们看 哇猴子你看到啊 中卫那边 中卫你们看 给你们看 一家出走 那样子一家出走 一家出走 一家出走 再看到了 看到了 一家人出来了 然后这个 它没有遮黑色的 水也是没有了 还是蛇跑出去了 你看 它的洞 开着了 然后我们看这边呢 就很暗啊 里面 它这边哦 它没有放那个动物啊 它全部是蛇啦 虽然是蛇 它没有放牌啊 这个是什么蛇啊 看了会有点断的 真的 猴子啊 你在吃什么 猴子啊 你在吃什么 你看这个猴子 哇 好像水帘洞那样啊 看到啊 跟鹿在一起呢 是给你看世界各地的熊 不同地方的熊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太阳熊哦 马来西亚的 然后也是 你这样子看呢 这样子看是看不到啊 NOTHING 我看呢 它不会跳下去 跳下去的 它不会跳的 它是在顶边而已 美丽多路是看不不 好了 可以看到有场景路在那边 然后搬马 跟路啊 然后有线条的 不懂什么路 这个也是看不到 找不到在哪里 哎呦呦呦 看到了在里面睡觉 看到了 一只不了 哇 热到从非洲来的 动物都觉得马来西亚很热 躲着睡觉 看水塔了 看水塔了 你看它水很肯脏啊 真的要清理一下 你看 它水很肯脏 对动物有点不友善啊 说真的 所以它就是那个 鲍子每次 人家 大户人家 家里养鲤 跑进人家 夹到鲤被咬死的 就是这种动物了 因为你看我们人类发展 才过度的 过度发展 所以你看变成动物 找不到吃 它才会进人家家里找嘛 找那个鱼啊 那些来吃 这边的花包 这边的花包也是看不到的 我的儿子看到水塔叫 它就笑 这样的是不是 这样叫啊 是不是 水塔是不是这样叫 是啊 是啊 你会啊 你也是知道啊 后面那边 有狮子 有狮子啊 在那边睡觉 后面 后面的位睡觉 这边是狮子的 狮子的 我们只是看到一只 看到一只狮子 在后面睡觉 OK 我们再上去再走看 OK 这边啊 就是看山猪的 这位是山猪的 给你们看 你们找到山猪啊 找到吧 我看到一只 它在那边 黑色了 看到吗 在那边 它在动着 这边的 看到吗 动物 它全部都有放中文字啊 现在 然后那猫头鹰在这边 猫头鹰 它的脸朝着那个方向 看到猫子吗 有猫子 嗯 这种不凶的 种吃叶子 种吃叶子 有猫子吗 有猫子吗 有猫子 猫子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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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这边有很多路在吃东西 路门铃 门铃那里 看到吗? 那有在上面 在上面哦,这个是要爬了 要爬山 要爬高高了 爬在上面咯 爬在上面那边高高 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有点点 有点点 有点点在这边 有点点点吗? 有点点点吗? 那边 有吗? 有没有? 有吗? 有在一分地啊 在这边 就你走了吗? 走了 就你走了吗? 嗯,蛇走了 试试看了,场景路看了 来呢,我们就 走回看蛇的位 又从这边走回场景 那边的还没有看 还有一个坝 这边呢 就看鸟了 这边看很多鸟 是哦,这边它很多啊 看不到 不能近的 很差路做到 要容易哦 把它这样子看 这个坝 看这边 直走 就是最后一个坝了 你看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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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那边 看那边 看那边 嗯,这边 看那边 你看那边 叫我 你看 好 怎么弄呢? 看这边,我们做这个视频的封面 来看 这边,开心啊 开心啊,这边看动物啊 OK,看了斑马,这边就是看河马的 在这里面比较难看到,好像石头那样 这边有这个红色的鸟 鸟,红色的 这个它就没有放中文字了 这个像功夫panda那个嘛 那个鹤啊,会打功夫啊 它们的师弟,功夫panda的师弟里跟乡啊 在这边睡觉太多了天气 我们进去里看鸡鸡鸡 我们进去里面 到你的了 它是为了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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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这样子 你看它那边大哺喉 它是atsu tengf cogn 是不是 afe 对没 对 我们看完呢就有一些状况没有看呢 走到太累了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出去了 你看它鸡鸡黑色的 黑色的鸡鸡全世界一只的 总色了 OK啦,现在我们动物园已经出来了,在车上吹冷气啦 现在中午两点多了,我们这样子随便逛都逛了,差不多有三个小时了 随便走罢了,我们是走马看的话这样子看啦 都要三个小时了,这个动物园真的是非常的大 其实可惜它的保持会比较差一点啦 真的会比较差,我希望可以改进来,然后可以吸引多游客来这边 然后它的动物也不是说很多啦 那些草啊,那些药割啊,那些叶子要吹给它干净到手术来 不然真的整体看到会有点肯脏 好像那个水塔那边啦,你看它的水真的肯脏到 哇,真的,如果你这样有洋鱼,你会允许它的水肯脏到这样呢 根本都看不到鱼喔 环境方面,我是觉得是有点差啦,真的要拥戴改静 然后看的动物呢,其实种类很多,但是也有很多孔的 然后好像蛇类那边呢,很多很多也是没有放那个 名字啊,那个血名那些啊,动物的血名 所以你在那边找喔,它又没有放图案喔,你只有靠你眼睛在找动物了 但是如果你算它的出门票呢,一个人16块啦 讲真啊,你这样规模啊,这样大的地方啊,你算起来整个马来西亚啦 看动物的地方啊,包括那些好像啊,你去那些mini zoo啊 还是那种比较死人的,叫哇,好像那种farm啊,那些啊,看动物啊,小小动物园啊 那个票价都要10到15块了,这个太平动物园呢 它16块讲真又有狮子老虎干啊,这种大型的动物是那种mini zoo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性价比呢,这个动物园是其实是还有的 只是有待改进啦,啊,然后就 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啦,看动物园啊,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衣包 然后啊,如果外地的人啊,如果是不是所很熟悉的话呢,就可以跟我的影片这样子玩啦 好,ok,然后我们等下再见啦,希望你们喜欢我这一期的影片,然后把我按赞的分享订阅 然后把我打开小银铛,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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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